纸板我想是什么 第一个本身我不是打纸板的人 我的这个技术打法是两面反交 但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最最最普及 也是最最简单 最最基础的东西 但是对于你们来讲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第一就是纸板的握法 纸板的握法分 小钳子和大钳子 这是以前说的握法 小钳子大钳子是这个意思 对吧 但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时代 这乒乓球技术不断的这种变化 这种大钳子的握法 基本上已经退出这个时代 现在基本上都是小钳子的握法 为什么 这样更容易 手腕更灵活 更利于拉弧圈球 更注意 大钳子握法 以前打快弓的人 打正交的人 打快弓的人可能这种握法 现在基本上都是反胶了 所以它小钳子的握法 比较多一些 食指是第二关节和第一关节的中间 搭在这个板肩上就可以了 不要使劲的去抠 抠成这样 这个第一关节都已经直了 这是大肌 这是握指板的大肌 直了 对吧 它都是微躯的 都是微躯的 那么大拇指稍微使点劲 对吧 食指搭在板肩上 然后呢 后面的中指 中指是用来顶板的 中指顶着板 那么现在随着球 球越来越大 它需要的力量越来越大 以前可能都有 有这种握法 很早 有这种握法 但现在后面慢慢变现成 手指 微躯就可以 不用这么去 微躯就可以 甚至有的人可能有习惯 用无明指也顶住板 不单单是中指顶 它也有用无明指顶住板的 小手指 然后就这样搭一下 就可以了 就比较放松 这个时候你的手腕是放松的 不要是僵硬的 不要是较劲的 很放松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种握法就可以 是吧 这个指板的基本握法 大拇指 使点劲 指度稍微摁点拍子 然后食指搭在这个板肩上 然后中指和无明指 顶在这个球拍的背部 背面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 正手也可以拉 反手也可以拉 两边都可以坚固到 好吧 Lunシ 那 然后 中文字幕——YK